严格灵 白蛇 地灵四姐 民间版本 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力困的女娃是在试出之后 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 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 才来仔细回想她整个来龙去脉的 她们在后来的回想中 争先恐后的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 说从最初她们就绝出她的鬼祟 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她那种本质的 原则的气质误差 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 那种文明 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 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 模糊的还有一丝褒义 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 她们被她的那股文明气心魅惑过 彻底的不可饶恕的魅惑过 事出之后 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 那不信情理的斯文 她不属于她们的社会 她们的时代 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 她们说 她要么属于历史 要么属于未来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 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 那时已出了事 孙立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 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 那个岁末的清晨 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立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之后 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 不合逻辑 她们抽着冷气 说从一开始就觉得 孙立坤落进一个有限 她们那时在说谎 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 徐群山的右线 说明她们是跟孙立坤一块线进去的 只是带着警觉一同时带着甘愿 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 她们在心底下默默共认了这一点 她们还默默共认徐群山 从行到神的异样风范 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 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项也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预料的 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 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 从孙立坤的精神失常过程 也不难看出世青的逻辑 徐群山骗取了孙立坤的感情和肉体 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肉体又被糟蹋了 如粪土一般丢弃了 对真实情形 孙立坤本人一言不发 问她 哄她 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 大家于是认为 那是心碎完的人才笑得出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 对整个世界的记忆 偏许多旁白和想当然 说许群山一来便和孙立坤做起那事 门关的严丝和缝 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 拿发卡把门缝戳开 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 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 徐群山美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白纸包的巧克力 给当班的女娃 然后说 不必守在这里 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 她象征着等级 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 就是一小块巧克力 别的什么也不吃 她必定吃的是一亩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 其实很简单嘛 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 一贯只比写大字爆的小个子发言了 孙立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吗 没男人他过不得 你们都看到了莫迪男人他就跟楼下带房子小公过嘴瘾 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他勾引上了 惨就在在孙立坤这回动真心了 你们想吗 名也莫得了 家也莫得了 家子就更莫得了 自然不像他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 耍感情 这回孙立坤什么都给出去了 给了个玩弄他的人 简单得很嘛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 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 周期没点一阵头 过一会儿 那个跳舞跳搏了腿的副团长说 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 说歌乐丰人院治不好孙立坤的话 就把他送到上海去 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 给孙立坤打两套毛料衣服 至少毛笛 折好点的料子 再给他烫个头 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 给烫头了吗 孙立坤现在这富人 不仁鬼不贵的样子怎么见人 丢的不止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 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 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他 还以为我们虐待了他 还要说我们遭见人才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 见了也基本康复的孙立坤 孙立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 报上登了出来 他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风骚毒辣 笑容不卑不亢 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他身边常有个探望者 抑或陪伴者 是个女孩子 医生护士只知道 她是孙立坤曾经的五迷 而且她是刚刚才不知道 无数表几点 电坤 或者您回应 看下又会吗 无数表几点 曾经 权达